健身女神章生活正能量 今天我健身女神章想跟大家聊的是 如何开户买股票 或者说是开户买欧洲的股票 买德国的股票 因为我也昨天看见大家给我留言嘛 都说你老谭这个买股票 那到底怎么买呀 对吧 给我们这些新手菜鸟也讲一讲 都没接触过股票 都不知道去哪买这个东西 所以今天也录了一个视频 把这个一二三点 还有注意事项 跟大家聊一聊 让大家心里有个数 当然如果你生活在德国 或者是在欧洲的话 这个就非常非常适用 你可以也直接选择 我选的这些券商啊 还有一些平台 如果你不是在欧洲或德国的话 那你我相信你本地 也肯定有相应的券商 其实这个流程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按照我说的流程 一步一步来做 没有问题 好我先说一下 首先你要有一个银行账户 对吧 一般这个可能都有 如果你在国外的话 这个银行账户可能是你 随便一个银行都可以 但是一般现在这个银行啊 它自己也有这个股票交易平台 但是我一般建议不要用 一般这种平台 它都是怎么说呢 一般都不是实时的 而且手续费会非常高 这是两个最大的一个弊端 我之前也用过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银行账户就是 这个DKB 如果你在德国可能知道 就是DKB 然后我之前也用过它的 自带的买股票 不是实时的 第二天钱才到账 或者说第二天你才买了这个股票 然后都不能当时就看到 心里也没底儿 而且它的这个费用叫什么 这个手续费也是挺高的 按照你买的这个百分比来交 对吧 但是作为这个银行账户来说 这个DKB 这个银行DKB 这个银行是非常好的 然后有了银行账户 然后你现在要选择你的券商 这个券商 如果你是在德国的话 我用的是叫FlatX 不要着急底下链接 还有这个描述的里面 我会放所有的这些链接 FlatX 然后它呢 为什么选它 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它的交易是实时的 你买了以后 差不多过了一分钟 两分钟 你能看到已经到账 你的股票 已经到你的手里面 再有一个 它手续费是相当低的 它是我见过里面 应该是真是最低的 而且我在我的搜索和比较 里面觉得这个公司 也是比较靠谱 比较可靠的 这也重要 因为现在券商比较多嘛 别待会儿 还没两天的 你就倒闭了 对吧 而且这个FlatX 本身是保障 有10万欧的一个保额 也就是说 万一万一 它这个公司倒闭了 这个可能性不太高啊 它会保障你10万欧 如果你这里面 就是说 有多少钱的话 它会保多少钱 当然最多就10万欧 当然任何银行 都有倒闭的危险 对吧 所以这个危险还是 这个叫什么 风险还是可控的 所以我是选择了这个 很多人也都在用这个FlatX 我先说明一下 这里面我说的所有的公司 还有平台 还有这个银行什么的 我都没有任何的affiliate 跟他们有惯例营销 营销的关系 完全是给大家做一个视频 做这个推荐 因为我是在用这个 也没有通过他们挣钱 先说明一下 然后你去这个FlatX官网上 网站上 如果你是在德国的话 或者你自己选择的券商 一定要比价选择好 然后去开个户 它会告诉你这个流程 会非常的清楚 领着你开完这个户 这个都是很简单的 差不多几天就能开好吧 因为你还要等它 会寄一封信之类的 会确认你的账户 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 然后别忘了 就是拿到账户之后 你就可以买股票了 然后这个是没有最低的消费的 也就是说你买多少都可以 也没有最少要买多 当然你最少要买一股 这一股多少钱 就取决于买这个股票多少钱 然后别忘了 你看好人家的交易时间 是什么时候 因为除了这个券商之外 它有不同的交易平台 对吧 比如说在德国的话 有在慕尼黑柏林 然后在法兰克福 然后还有我用的是Lan Schwartz 这是不同的这一个叫什么 交易平台 或者叫market 它每个平台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从早上九点 欧洲的时间到晚上五点半 都是在工作的 你一定要在这之间再去买 如果你是在非工作时间买 你半夜去买的话 这个你买的价格 可能是会有些浮动的 因为它到第二天早上才开始 处理你那个交易 然后这时候你买到价格会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最好还是用实时的价格去买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说到 就是在你买的时候 不光是有买和卖这两个选项 它还会有一些设定 会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功能 在你买的时候可以设定这个limit 可以设定stop loss 这个就是比较复杂了 我可能以后再跟大家说 关键是你选好了股票 选了以后不要马上急着卖 不要做日交 当时过了一个小时就卖了 怎么样的 要等着它对吧 选好了 用巴菲特的话说 如果你连 如果你十年不能 都不能十年持有一个股票的话 那你十分钟都不值得拥有它 也就是说要放长远来看 对吧 不要刚跌了一点点 然后马上就就兴趣了 就感觉要买又等着它 它还会有涨的时候 跌了才是买的最好的一个时机 好了 那今天大概讲的就应该是这么多了 没有什么太多的 就是还是很容易 最后还有一点 就是别忘了 你买卖的时候会有这个管理费的 对吧 会有这个费用的 这个要控制 选择券商要控制到最低 然后别忘了 在你还是 不管你在哪个国家 肯定还是要交税的 因为我现在没有住在德国 但是我用的 我有自己的这个德国这个银行的账户嘛 也有开了这个货 然后我现在已经搬到德国外面来了 我已经注销了账户 也就是说我不用在当地 在交德国政府这个税 也就是我们现在买股票的这个税 是不用交给德国政府的 当然我要住在别的地方 我要交给别的地方钱 这就另说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德国开了一个户的话 然后你住在国外 是不用交给德国政府这个税的 大概只有30% 所以要说清楚 也就是说你在其他地方的话 可能会有交这个税 这就是为什么不要频繁的买卖 因为交税还有管理费 对吧 这些费用都是很高的 所以要把这个税要想好了 不是都是你的钱 好这个就是 大概就应该说到这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会有哪点没说清楚的话 还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会回复你的留言的 这样也可以按照大家的意愿嘛 来做这个视频 当然如果你喜欢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点like 然后subscribe订阅我的视频 这样你不会错过每一次的精彩干货内容 好那今天就讲到这 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 咱们下回见